大家好 我是阿渡 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名墓 敌敌大名的抗击名将袁春焕 他的慈母就是在北京的二环内 我们去看一看 袁春焕死的时候被刮了三千多招 他死的到底冤不冤 这崇祯到底杀他有没有错 这前面就是为他的慈母 是在一片小区之内 在祖国一间既是他的大殿 这里就为袁大将军他的墓中 袁春焕虽然是名将 但是他是为人出称 这无人典容行非常的了不起 这袁春焕他自崇祯以后 又用兵非常彪悍 虽然当时的满洲军队 对他也是非常的惧怕 在这天气年间 由于大太监 魏忠贤 专权 虽然是很多忠臣得不到重用 在后来照崇祯祭祉之后 他除了这个阎党 当时很多被罢免的大臣 都得到重用 这时候袁春焕就是其中之一 他封袁春焕为兵不尚书 兼养幼父都于死都市寄疗 如此的种植加之欲生 也可见当时崇祯皇帝 对他多么信任 在同年七月呢 这崇祯皇帝他又召见袁春焕 这军臣相见 他们又聊起了这寄疗的军务 这时候呢 袁春焕说出一句话 为他后来不幸买副笔 他对崇祯说 陛下不要担心 我五年可以复疗 这崇祯皇帝呢 本来以为这大明王朝 已经是奄奄一息 没想到袁春焕这句话 给他一个救命稻草 他非常高兴 再后来呢 有一个大臣他来问袁春焕 大臣说五年可以复疗 可有什么锦囊妙计 这时候呢 袁将军说出一句 让人震惊的话 疗为圣意 这位大臣提到之后 也是冷汗之流 这疗为上意的意思 就是安慰一下陛下 这复疗怎么可能那么简单 但是呢 作为一个大臣 你答应了皇帝 你怎么可能是说说而已 这时候呢 袁春焕是已经意识到 当时说这句话 是有些冒失 所以呢 他就想去挽回一下 这五年呢 是可以复疗 但是过程呢 也是非常艰难 除非呢 是户部转业良响 这公母都造兵械 力不用人 还有兵部调兵遣将 这朝廷内外 要四次配合 才能五年复疗 他本来把这些条件 汪上一踢 他以为这崇军皇帝会不答应 所以呢 这五年复疗的事情 就此作罢 但是呢 没有想到 这崇军皇帝 他太想赢了一场胜利 他满口答应 还并自由着 袁大将军上方宝剑 所以在当时 他的权力是非常大 他多次呢 向仇敛皇帝说 这重臣带兵在外 这朝廷难免有人猜忌 说呢 必须君臣一心 这个呢 仇敛皇帝也是答应了他 这袁大将军呢 他是有主见 有主义的人 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功益 所以呢 就凭这一点 他和有些人 就有些不和 这毛韦龙 就是其中之一 这毛韦龙呢 在当时也是一员汉将 但是呢 这朝廷是很难管到他 他当时在批岛这个地方 也非常善战 他有居民四万 但是其实可赞之人是不足两万 但是呢 他对外号称十万 每年呢 也向朝廷要百万两想 这些朝廷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但是呢 要用得到他 所以呢 就没有和他撕破脸 但是这一点呢 让中兴的元春晚 看得非常不舒服 他多次呢 上表朝廷 根据这明朝的惯例 要给这里派文官监制 这呢 毛韦龙自然是不担任 不担任朝廷来派一个文官 来这里和自己撤走 再有一日呢 这毛韦龙 他去见元春晚 这表现呢 也是非常的傲慢无礼 这让元春晚非常不好信 已经是动了杀机 再后来一次 他过来 就胡花大宝 隶属他的大水 就把他给斩了 这一点呢 是非常了不得 作然朝廷是不喜欢毛韦龙 作然你元春晚 有上方宝剑 但是毛韦龙 他到底是一方重臣 你不上诸朝廷 把他狮子斩了 这让朝廷是有些猜忌 但是毛韦龙死就死了 元春晚还用得到 所以呢 这崇利皇帝也没有说什么 在当时明朝末年呢 有很多部将 他只听从自己的主将 还不听从朝廷 所以呢 在毛韦龙死了之后 他感觉靠塞已经没有了 这元春晚会不会对他们怎样 所以呢 他手下很多部将 都投降了清朝 这其中呢 是有很多这骁勇善战之人 他们还教会了这女日人 使用火器 这元大都说呢 他以前就曾经说过 虚我兵马良草 我一人在 足可守此 所以呢 有他在 这女日人呢 是丝毫进不来 但是呢 他同时又和这女日人 他有苏信往来 保持一个 义和的假象 但是呢 在转年 这皇太人机 带领八旗是突然进攻 这八旗呢 他面对这元春晚所在的防线 是丝毫没有办法 在工程的同时 也发挥不了这女日人 他歧视了本领 所以他就绕开元春晚 直奔京城 这元春晚知道之后呢 非常惊讶 这八旗不和自己一碰勇 绕过自己走了 所以呢 他带领兵马 又往回赶 他打下赶到冀州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来拦截八旗 没有想到呢 这皇太机 他是目的性很强 他又绕过了其中 他是直奔京城 这时候呢 这元将军 他就带领兵马 继续去追赶 但是呢 他这时是只追不及 他胆顺呢 以这个北京为目的地 在这里 来给皇太机 来个绝地反击 当重庆皇帝知道这皇太机 他直奔京城之后 非常震惊 他掉进天下兵马来侵王 但是呢 元春晚这种只追不及的情况 让所有人都看到 没有任何一个君主 能够容忍别人的军队 在自己国土 长虚之入 这皇太机 他来到北京城之后 他并飞两路 一路呢 攻打这德舍门 一路呢 攻打这广熏门 这时候呢 这上天 还是没有抛弃大明 这北京保护战呢 他是又一次的成功 这大明军队 他战胜了皇太机 这重庆皇帝呢 对很多剑领 都有封赏 这元春晚他之前的做法呢 让重庆皇帝 对他的信任 是一点点的在降低 但是呢 在九席夜上 是没有表现出来 反而是给元春晚很多赏赐 这时候元春晚呢 也是非常高兴 皇帝对我击齿 我一定要尽心报锅 此时军队在外 是否要让他们进城 修整一下 我想此时呢 这重庆皇帝 他内心肯定是咯噔一下 这外地的军队 他怎么可以随意进城 所以呢 他当场就拨毁了 元春晚的请求 在此时过后 这京城里是谣言士气 很多人都说 这元春晚 他私通元太机 虽然是只追不羁 还有谁呢 就说 这元春晚他通敌 他打算在北京城里 和皇太机 里应外合 要把崇祝皇帝给捉住 所以这等等消息 就由这东厂藩子 上报给这崇祝皇帝 这崇祝皇帝 自然能知道 这皇太机也能知道 他听说这元春晚 私通自己 所以呢 他干脆就下了一个反奸计 当时呢 是捉到了这明军妇孺 在外面呢 就有这个女军的士兵 故意说话 让这个人听到 就说 这元春晚和我们大喊 怎样怎样 后来这个两人回去 就把这些话 给了崇祝皇帝 崇祝皇帝 自然是不能容忍这些 所以呢 在后来 这元春晚 他就被抓了起来 这元大将军呢 他满脑子全都战死 所以呢 这北京保护战生理之后 他的生命也是走到终点 这崇祝皇帝 他仅仅是因为这反奸计 他上当 就将元大将军下狱吗 我想是不尽然 这也是非常明显 非常幼稚的 这是很明显的讲干道书 在当年的12月 这元大将军被下狱 在来年的8月 才被处死 在之间经过了 9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呢 这崇祝皇帝 他要杀元大将军 绝对不是 一失兴起 是经过深思熟虑 这元春晚呢 他被下狱之后 他的部将 祖大寿 他就投遍了这个女人人 所以呢 这朝廷就让元春晚 把祖大寿给叫回来 结果呢 这元春晚一封书信 就把祖大寿给叫了回来 但是呢 足以一点可以证明 这祖大寿他到底是朝廷人 还是你元春晚的祖大寿 朝廷的圣子都没用 你一封书信 就可以召回 这元春晚呢 他在历史上 他绝对是名将 我们现在看来 他死得很冤 但是对当时崇祝皇帝来说 他曾经是那么的信任 元春晚 除非这种信任 是一一滴滴的丧失 不然他不会杀他 他说过五年复了 但是其中 这黄太基直接打到这里 关于他的谣言 也是一直从未停歇 这个崇祝皇帝呢 他最受不了的 就是别人欺骗他 忽悠他 他觉得你是在瞧不起他 因为呢 他本来就没有受过 很好的这帝王教育 他17岁 突然从他哥哥的手里 接过这皇帝的位置 他哥哥 包括他爹 都没有受过 很好的帝王教育 他爷爷万历 就没有打算 让他这一支 寄生皇位 所以呢 在他在位的17年中 是换了51任首府 每一年将近三个 我们可以看到 他心情也十分的迫切 有了这种心理 他当初有多吸引袁仲患 他到最后 他内心有多厌恶这一个人 所以最后 他也是将袁仲患给林池 挂了3000多刀 而且呢 这还不解恨 他现在还让整个京城人 把这袁仲患的私肉 给吃了 所以呢 这袁仲患 在当时来说 是被北京人 给吃掉的 所以呢 在我们今天看来 这袁大将军 他死的是非常冤 但是这崇敏皇帝 杀他也是没有错 这其中的历史缘故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 这岳飞 他的必死之游 在这历史长河中 这大将不死于敌手 而死于朝廷之事 是比比皆是 按说这袁仲患 袁大将军 他的私手 当时是被北京人给吃了 但他的墓冢所葬 是谁呢 他墓足赏仗 就是为他的遗骸 在当时呢 有一位他的部将 一个义士姓斯 就把他遗骨给偷倒出来 就葬在了现在广区面内 因为这敬仰袁仲患的踪影 所以就把他私骨 给安葬了起来 自己呢 也是坐起了守墓人 这一坐 就是几百年 自己的子孙后代 也都是为这里再守墓 所以呢 有了这奢依斯的义举 和这奢家后人 几代的守护 我们一次又可以在这里 拜替这袁大将军 所以呢 在这里是有两个分钟 在这袁大将军 他墓的一侧呢 就是为这明顾一世 社公的墓 那就是为奢依斯 他的墓碑 他墓碑呢 是被修整过 而且呢 在他上面 还有这墓资名 就讲述了 当时的一些事情的经过 这有人呢 说袁仲患是忠诚 有人呢 说他是小人 说历史功果 自在人心 这其中的是非取之 我是相信 袁将军他的为人 可以用他最后写的一首诗 可以证明 一生事业 组成空 半世公民 在梦中 死后不愁 乌永将 终婚依旧 受辽东 我去死后 我去死后 我去死后